近日,由杨阳,王楚然主演的《我的人间烟火》终于大结局了 豆瓣最终开分4.1分 不过不少网友觉得这个分数还有下降的空间 这部剧口碑这么差 多半是因为剧情中有很多细节不合理 外加男女主人设有问题 让观众观感不适 还有男主杨阳油腻的演技也是这部剧口碑不高的原因之一 皱着眉头演完全集 不过这次杨阳的口碑坍塌 却意外带火了这七位明星 一、魏大勋 魏大勋作为一个男三号能出圈 估计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连狗仔都评价魏大勋饰演的孟彦辰是暑期目前唯一出圈的角色 碾压了同期所有顶流 一个特别出演能火成这样 魏大勋真是太争气了 而且越考古越发现魏大勋真是个宝藏男孩 身高1米83 宽肩 8块腹肌 身材绝佳 演技不错 参加综艺也很会接梗 唱歌还很好听 出演过50多部作品 演技在线 不少网友评价魏大勋是中年涨粉第一人 对此只能说魏大勋终于是苦尽甘来 后机勃发了 也有网友觉得魏大勋的演技 跟一些老戏骨还是不能比的 但是在洋洋的衬托下 突然就get到了魏大勋的演技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希望魏大勋未来不忘初心 多多拍好剧呀 二 黄景瑜 估计黄景瑜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的剧还没播呢 先被网友们一顿夸 由黄景瑜 张静怡主演的 《他从火光中走来》也是消防题材电视剧 估计不久后也要定档播出 同样的题材 有洋洋这部剧垫底 这部剧只要剧情人设不拉胯 口碑就有保障了 据悉 《他从火光中走来》的幕后班底 是电视剧罚罪的原班人马 导演编剧实力不俗 估计剧情人设啥的都不用太担心 而且黄景瑜无论是外形还是演技 都比杨洋要靠谱 这部剧也算是为波仙火了 三 黄晓明 杨洋最大的问题就是 过于帅而自知导致演技油腻 记者采访时问她 如何看待粉丝对她演技的评价 杨洋的回答是 不会过多在意 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就好 自己问心无愧 不少网友看到杨洋的回答十分失望 表示杨洋是真不听劝啊 出道十余年演技水平不升反降 居然这么不在意观众的反馈 而黄晓明作为上一代游王 面对网友们的差评时 黄晓明的回答十分的谦虚 说自己确实有很多角色处理的不好 确确实实做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没有把很多角色演好 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沉下心来 用一次次的努力和作品 去粉碎别人的嘴 黄晓明面对差评时的态度和杨洋一对比 可以说是高下利剑 而且黄晓明的演技可谓有目共睹 代表作一堆 奖项拿到手软 而杨洋出道这么多年 演技相关的奖项提名都没有一个 依然沉浸在粉丝的吹捧中 不可自拔 如今 黄晓明在新一代游王的对比下 真的是清爽无比 4.张瀚 张瀚 杨洋同样是帅而自知导致油腻的代表人物 而且两人也都出演过顾曼小说的男主角 但是网友用一句话就总结了张瀚的优势 起码张瀚的身高没有水分 好吧 这么一笔 张瀚这个优势还真挺不错 5.萧宇良 杨洋在《我的人间烟火》网络采访中 要求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角色 杨洋的回答居然是火火 让观众顿觉无语 觉得杨洋难道真的是大脑空空 之后 有网友扒出了杨洋之前的采访 杨洋被记者问道 如何理解张启玲这一角色 杨洋回答 就是一个面瘫的角色 都不用做什么表情的 就是在还原原著 这个回答让网友们十分生气 但凡读过原著的 都不会得出张启玲是面瘫这个结论 同样出演过张启玲的萧宇良 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就很到位 他说 我觉得这个角色特别难演 台词很少 表情做得不能太明显 不能做得很放 要演得很收很收 但是还不能太收 不然给观众的感觉是没有反应 就是那种没有台词 但是内心要去care别人 真的很难很难 而且萧宇良不止一次地表示 小哥是有血有肉的 也是会怕疼的人 这才是真正理解角色的解读 杨洋是没读剧本 还是没读懂剧本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请制片方 多给萧宇良这种演技好 对角色理解深刻的演员 一些机会吧 六 徐海乔 目前杨洋已经进组《凡人修仙传》 男二号的人选 是今年已经40岁的徐海乔 刚听说徐海乔出演男二号 徐海乔的粉丝们就开始狂欢了 表示徐海乔终于要升咖了 终于要在40岁的时候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要知道徐海乔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是颜值演技都很能打 在《苍蓝绝》中饰演男三号和农颜戏帅哥张灵鹤 王鹤帝同框 颜值都是不输的 在《孟华录》里和古装帅哥陈晓对戏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可以平分秋色的程度 如此看来 只要徐海乔正常发挥 等到正片播出时 就是徐海乔的高光时刻了 7.汪朵 近日据媒体爆料 汪朵即将出演《凡人修仙传》里的男三号 虽然角色属性暂时不知 但是汪朵的演技实力相当不俗 汪朵尤其擅长一些美强惨角色 反派角色更是得心应手 粉丝们表示汪朵也要开始准备起来了 不少网友看到男二号和男三号的选角 都不禁佩服洋洋的团队 怎么敢让这么多高颜值 演技又好的演员给自己当配角 是过于自信 还是是嫌对比不够惨烈 杨阳此次的口碑坍塌 一开始觉得意外 但是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毕竟顶着流量的名头 占尽了资源 但是每次的出演又都差强人意 粉丝和团队又硬要营销颜值和演技 如今翻车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在杨阳口碑坍塌之时 能够发掘出这么多宝藏演员 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你觉得杨阳此次口碑翻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杨阳王楚然综艺首秀 王楚然表情被骂惨 魏大勋全程被忽略 23日 杨阳王楚然再度登上热搜 这对热播剧男女主随该剧主创人员登上你好 星期六的舞台 本以为可以扳回一局 没想到再度被骂惨 当天杨阳王楚然一起玩游戏 但两人表情却大不相同 虽然都没有笑容 但杨阳显然只是认真的表情 而王楚然却在翻白眼 眼神中满是不悦 网友继续身巴 发现王楚然在综艺中有很多上脸的行为 被吐槽护肤心切 杨阳因为游戏失利 被对方选手频繁泼水 王楚然健壮脸盲上前安抚 不止满眼透着心疼 手更是恨不得上去帮杨阳擦拭 或许是看到杨阳被对方泼得太惨 王楚然的表情也不自觉地不由好起来 在和对方对线时 杨阳依然是笑意盈盈 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但王楚然的表情却十分严肃 不止没有丝毫的笑意 甚至还在瞪对方 作为偶像剧的女主 王楚然的表现也让观众十分震惊 吐槽其上脸了她真的超爱 的确 随手一搜王楚然的表情 完全不像是玩游戏的状态 更像是因为互负心切 玩游戏时入戏太深 将对方当成了真正的敌人 而这个行为显然很掉粉 网友纷纷感慨 头一次见在综艺里上脸的嘉宾 而且还不是因为她自己受惩罚而上脸 虽然对对手没有好脸色 但王楚然对杨阳却是另一番姿态 满脸的娇嗔与撒娇 在杨阳表示自己之所以总被泼水 是因为被队友打乱节奏时 被吐槽的王楚然非但没有生气 还从后背拍了杨阳一下 表情也满是恋爱中的少女 该有的撒娇状态 两人也是毫不避嫌的各种秀恩爱 杨阳拍了王楚然一下 王楚然马上拍了杨阳一下 表情也是甜到让人腻歪 两人更是当众拥抱起对方 让见惯大场面的一众主持人 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我的人间烟火》的出圈演员魏大勋 也在旁边讶异地张大了嘴巴 虽然魏大勋才是这部剧的无冕男主 但这次综艺中显然并未受到优待 镜头少得可怜不说 还彻底被忽略 在很多互动环节 王楚然都只顾着和杨阳互动 满心满眼都是杨阳 一旁的魏大勋提着辈子不知所措 实在令人心疼 对于王楚然的表现 网友也是意见不一 有人觉得他太上脸 也有人觉得这正是他对杨阳爱意的表现 这从之前的扫楼就可见一斑 7月中旬 杨阳王楚然现下扫楼 两人眼神拉丝 满是恋爱中的甜蜜感 当杨阳靠近王楚然时 杨阳还是一副认真的表情 王楚然却羞红了脸 很显然现得很深 尽管王楚然的表现 在综艺节目中引发了争议 但作为一个女演员 她对角色的投入和对戏友的关心 却让人感到钦佩 在剧中 王楚然的演技也是备受好评 她成功地将角色的情感内核 表达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对她刮目相看 成功涨粉数十万 有望真正成为刘亦菲的接班人 此外 她与杨阳之间的恋爱线 也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两人在综艺节目中的甜蜜互动 也让人看得心花怒放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生活中 王楚然都展现了一个 真诚 努力 而有爱心的女孩形象 她的未来 也一定会更加光明